关心地方建设太平区中山路四段 从105年开始施作下水道工程 但中途遇到了自来水改管等问题 让工程至今迟迟未施作完成 加上每次工程到处挖挖补补 微田的薄油让路面凹凸不平 上面更是布满了碎石 一章表示日前仅有两三个机车骑士滑倒 加上标志标线也都不清楚 地方希望能够尽快改善 工人加紧施工中山路四段正在进行下水道工程 而这工程一次做就长达将近一年的时间 不仅占据车道影响交通 也让店家生意大受影响 加上路面坑坑巴巴 地方是希望能够尽快改善 一年多的施工过程 造成这个马路上都非常的区区坎坷 每次做完那个回补 都很多那个税利失职 经常看到有那个机车滑倒 那反映给水厂或者是水利局 那也是没有来处理 反而忘过去可以看见马路上 不仅都一块细块像是补丁一样 立章表示从105年开始进行下水道工程 但中途遇到载水改管等问题 让工程一直到现在都迟迟未施做完成 不仅影响附近店家生意 到处挖挖补补也让马路是凹凸不平 英风很大 他的工程车都能踏踏去 一踏都踏得很久 那帅船我用那个自来水管 然后再请自来水管再来挖 现在变成说除了那个路面上那个回补都 那个品质都不良 有很多的碎石栗子 还有我们现在中山路四段 整个所有的交通标志标线 地上的标线 什么机车优先道啊 斑马线啊 路边线啊 可以说就是一塌糊涂 工程结束后回庭的搏油 让马路出现大大小小的碎石 机车骑士行径一步小心就会滑倒 机长表示目前就有两三个骑士 在眼前滑倒 加上标志标线不清楚 让用路人是胆战先进 记得转转台中采访报导